在台北市有一位計程車問獎 因為他的車子上頭裝有KTV的設備 提供給乘客歡唱 所以很多媒體都有報導過他 但是沒想到在上個星期五的晚上 他在客人到景美夜市 讓客人下車的時候 可能因為擋到後方的路人了 這路人就很不高興砸車窗 卸憤還飛踢他的後車門 車子毀了 這位計程車問獎 嚇得趕緊到警局報案 星期五晚上景美夜市 人擠人 計程車一開進來 就引起路人不滿 當街起衝突 你叫孫偉 我可以告你的 路人先是猛砸車窗 再繞到車子後方 重重飛梯一腳 當時計程車司機 只是要開到夜市 讓客人下車 一次擋到後方路人 引起對方不滿 奮兒拍床叫罵 雙方爆發 激烈衝突 敲一次之後 我罵他罵他 他又從對街又跑過來 整個是用飛梯的 車頂上明顯一刀 計程車司機越說越生氣 因為根本不認識這路人 只是開進巷子 放客人下車 竟然無辜被砸 協辦砸車後 迅速逃離現場 問將損失 求償無門 而這名無辜駕駛 在網路上 可是鼎鼎有名 坐在駕駛座 拿麥克風高歌一曲 有時轉身拍乘客唱歌 圖信司機的特色 就是有台KTV計程車 提供乘客唱歌 平常賽克活潑樂觀的他 這回卻遇上砸車出氣的路人 看著愛車受損 圖大哥相當無奈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